嗨 大家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ETCD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是在群惠科技工作的軟體工程師 這個議程 其實就是在工作上的時候 發現隔壁team 好像正在用ETCD 我就想說好像很有趣 然後剛好看到CostCup 有個帶你讀完滿的Session 不如就來報名一下好了 然後很開心的就是不小心就上了 所以今天就要這邊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ETCD 好 那今天大家會講的 主要是一開始會介紹一下 什麼是ETCD 後面會介紹它的大概的一個架構 還有它的設計 我們今天會把重點擺在它的共識演算法 就是REF的這個演算法上面 所以前面我們可能會過得比較快一點 好 那一開始的話 先想要問一下在場的 請問你有用過ETCD的 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太好了大概 10% 太好了那我應該就不用講得太深入了 好 那一開始的話呢 我們先從它的這個發音開始 就是我在官網上找到說 它ETCD應該要這樣唸 好 大家知道怎麼唸的嗎 應該知道 應該是唸 ETCD 不過我都唸ETCD 好 那我們可以從它名字看到 就是說它就是這個 大家應該在用過Linux的話 你會知道你的目錄裡面有個ETCD的目錄 裡面通常都是放了很多的設定檔這樣子 對 那ETCD它的目標就是 希望我們在這個分散式的環境 提供一個分散式的ETCD的這樣一個目錄 可以讓大家來使用 好 那這是它的 網路上看到的另外一張圖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在這個 Micro Service的盛行的時代 大家都用Kubernetes 很多container很多東西在那邊跑來跑去 很多分散式的東西 對 那這些東西它其實都會需要 有個地方 可以讓它們去存放它的設定檔 存放它的各種資訊 讓大家都可以share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在整個Cloud的這個 Native架構裡面 ETCD就是在最下面 有一根當作它是個重要的支柱這樣子 好 那到底什麼是一個 這個ETCD呢 首先 這是它官網的介紹 我們可以highlight幾個關鍵字 它說呢 ETCD是一個強一致性的 分散式的這個key value store 然後它可以提供一個很可靠的 資料儲存地點 然後來讓這個分散式系統 可以來存取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就highlight幾個關鍵字 一個是它是這個key value store 你可能用過的話 你可能有想到Redis 或者是LevelDB RockDB的一些東西 對 那第二個它是分散式的 代表它的整個系統呢 是由多個機器 多個節點 組合起來的 好 那它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功能呢 就是兩個關鍵字嘛 一個是reliable 一個是強一致性 reliable代表是說 它的這些節點啊 就算死掉了一些機器 我的服務還是可以正常的運作 正常的提供你存取這樣子 所以它是有一個高可用性的功能 那強一致性是它這裡面 比較有趣的一個特性啦 就是說 我們剛剛說機器有很多個節點嘛 那現在的強一致性代表是說 你在任何一個節點 你就對它寫一個資料 你到別的節點去你去讀 你就會直接讀到這個最新的資料 你不會還去不小心讀到一個舊資料 你也不會去在A節點寫了 然後結果B節點 不知道為什麼還讀不到這樣子 對 那有強一致性這個特性 其實就會讓ETCD變得很好用 對 因為你完全就可以把它當作 是一台機器就好 你不用管它 後面到底是幾個節點在做事情 好 那ETCD通常在這個 個公司的使用下 我們通常就是把它拿來當作這個 讓你儲存設定檔的一個地方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拿來當作 一個服務發現的功能 這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說你可以把 例如說你有很多的服務 它有很多不同的IP網址嘛 就可以把它丟到ETCD上面去 接下來別人就可以去撈說 哦 那我要的這個 背光羅克在什麼位置 你就撈出來 然後就可以去assess它了 對 就是還蠻好用的 那ETCD為什麼會紅 主要是它在這個大概2014年吧 就是Kubernetes 那個時候剛出來的時候 決定選擇用ETCD 當它的backend的一些store 對 那所以它就是在這個時候呢 跟著一起紅起來 所以幾乎可以說 它是跟著一起成長的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看一下 ETCD有哪一些feature 快速的看過就好 首先它有一個GRPC的介面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的 它的這個server大概是怎麼做的 有一個GRPC的server這樣子 那它同時為了方便 也提供了HTTP的這個介面 那它其實還蠻快的 它的最新的版本 如果你是在一個好一點的機器 然後大概3到5個note的話 它的每秒的寫可以到1萬個左右 其實不會想像中的慢 因為你會想像說 我寫個東西 我要弄到5台note上面去 會不會特別久 其實蠻不會 蠻快的 OK 那它蠻可靠的 就是靠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reft的演算法 它會跟你說 我們怎麼把資料 好好的放到每個note上面去 那它同時也支援各種 例如SSO加密啊 然後ACL啊 還有一些特殊的功能這樣子 對其實功能蠻多的 好 那我們就很快的進到它的架構囉 好 前面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那這邊呢 圖上的是一個三個節點的ETCD的cluster 那ETCD還有個特色 它是它的設計是屬於 有leader跟follower 兩種不同的角色喔 那它全部的寫入的操作 全部集中在leader這台上面來做處理 所以這個其實又一瞬間的簡單了 簡單化了這整個class的複雜性 因為它只有一個人會負責寫 其他人就負責把資料抄走 這樣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上面 其實就主要分三件事情 一個是最下面的 四件事好了 最下面的client 它會打request進來 然後會有grpc的server 來負責所有的請求 你要把key放進去啊 你要拿key啊 你要刪除key啊之類的 都是靠grpc在做處理 那接下來中間的三個元件是reft 就是它會負責把你這些request 告訴所有的follow 該怎麼做事情 這樣子 那最後資料的話 我們會存在最上面這個mvcc的store 裡面它其實就是一個db 好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它裡面有哪一些原件 好 首先呢 剛剛說最上面有client 然後中間的話會有grpcserver 那http那邊是用 如果大家跟grpc很熟的話 應該有東西叫grpcgateway 它就是幫你把http轉成grpc的介面 這樣子 對那下面server裡面可以主要分成兩個component 就是左半邊包含下面的那個storage 左半邊的六個component 就是它的reft相關需要的原件這樣子 那其他的 如果你自己想要寫一個key value server的話 你就是在左半邊滿常見的 就是例如說你會有 我弄個雷射筆 好 你會有負責處理key value的主要的那個handler 然後你可能會有一些檢查db大小的quota service 健不健康的這個matrix監控 還有認證啊 還有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右下角這邊的話 是它的這個storage的部分 那它為了效能 它在記憶體裡面都做了一個 這個一顆tree 就是所有的key都存在這個tree裡面 然後後面才是它底層的實際上的storage 對那底層的話 它這邊是用一個叫做boughtdb的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open source 它也是個key value store 對所以它其實裡面用了滿多元件去組成 包括grpc啊 boughtdb啊 對 還有一個reft也是另外一個open source 對 那它就是要這樣把它組起來 好 那我們很快的看一下它的寫入跟讀取 是怎麼做的 好 好 那假設你要讀 從它裡面讀資料 可以看到就是上面 第一步 可能它也發request進來 到grpc 然後它就grpc 就呼叫對應的這個handle 或者是那個 這個 它會把它攔戒起來 然後開始做事情 對那假設我們都不管共識問題的話 其實我們這時候直接去db裡面 把那個key對應的value 把它撈出來就好 就直接撈 但是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etcd它是一個強一致性的 的服務 代表是說 剛剛說你在a node寫了 你去b node讀 你應該要讀到最新的 所以 它在讀的流程 其實它中間需要多做一步事情 當一期收到說你要讀一個key的時候 它要去問 它就要靠reft去問所有的其他node 它要去問說 我現在的資料 是不是最新的 對 我現在還是不是那個leader 我是不是最新的 然後要有一半的以上的人跟他說 對你就是最新的 這時候他才會去他的db裡面 把他自己的值 把它撈出來 給你這樣子 對 那假設不是最新的話 發生什麼事呢 他就會 等在那邊 他就要等說 別人應該要把更新的值給我吧 他就等等等等等 等到他這邊 那個正的值來了 對 他更新了他自己的db之後 他才會跟你說 現在的值就是這樣子 對 這是他讀的一個流程 對 所以這樣靠著這個 去問所有的人說 我是不是最新的這個機制 他就可以讓etcd自己 這個node 他就可以去 回給你一個最新正確的數字 這樣子 好 唉唷 超級快的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寫入的流程 寫入的流程 就稍微再複雜一點點 好 一樣是 這個client 他會送這個request 來說我要put一個key 可能就是這個hellocoscap 對 然後他就把它放進來 這時候一樣是進到keyvalue 這個handle 那這時候會做比較多事情啦 包含就是說 我可能會去檢查一下 我現在db的大小會不會太大啊 之類的 或是我先做一些驗證 可以做auth 對 那一樣 假設我們不管共識的話 他其實直接往db寫 就是往右下角這個store寫 就好了 對 但是我們現在要處理共識問題 所以他的流程是變成這樣 當他一收到後 他會先去跟這個reft的這個模組 他會去提出一個 這個什麼 提案 propose 他會跟他說 我現在要寫這個 hellocoscap 請所有的節點 一起來寫吧 這樣子 對 那下一步的流程就是說 我有這個提案 我先把它存到硬碟上 我先把它放到這個wl上 避免說 等一下斷電的時候 可能這個提案會不見 就先寫 那下一步 他就跟所有的no 所有的followers去廣播說 請大家一起把這個值寫進去吧 對 那接下來等到一半 也是一半以上的人跟你說 我都寫好了 我都寫好了 這時候reft這個模組 他就會回來 就是說 這個紙的確都寫進去囉 我就會把它送回來 對 那後面他就會靠一個applier的這個模組 再去把這個紙更新到它的db裡面去 最後再把結果送回來 對 所以他中間其實就是多了很多的流程 就是我先靠共識去把東西寫出去 大家都寫好了 那我再回來把它寫進去這樣子 好 那其實在這個架構裡面 我覺得還有蠻多有趣的地方 特別是下面這個mvcc的store 對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因為今天時間不夠 我們就不特別介紹了這樣子 對 那同時也是 不過這邊可以跟大家說 大家在看call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etcd 他大概是十年的所有的project 所以他的call其實不是那麼好看 對 大家就是先做好心理準備 要再進去看這樣子 好 那後面的話 我們就來到今天的重點 叫做這個reft的演算法 好 那 欸 先在這邊等一下好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嗨 請問 請說 都同一個master 對 所以 我想你要 想要問的可能是說 他有沒有辦法做這個scale out 就是他的斜入有沒有辦法 隨著no變多 他可能可以越學越多 對 他這個是不行的 啊 no因為 可以這麼說 沒錯 對對對 但他的讀是可以 如果你不需要搶一致心的讀的話 你讀是可以分開讀的 對 所以讀的部分是有辦法做scale out 對 好 好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囉 那 reft的演算法呢 他是在這個 先講reft的之前 我們先講一個更古早的演算法 我看一下畫面對不對 好 更古早的演算法叫做這個paxos的這個共識演算法 這個是在1998年 由那個 如果大家有念過這個分散式之類的東西的話 就是由那個lanper 那個lanper大師提出來的這個演算法 那時候那個演算法就是裡面都是數學 所以沒有人看得懂 沒有人有辦法實作 所以在2013年的時候 不 2013年的時候 就有一位這個Diego的博士 叫Diego的博士生呢 他就提出了這個reft 這個演算法 那他也是目標就是要 成為這個paxos的一個替代方案這樣子 對 那時候設計有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設計目標 就是要比paxos還要好懂 對 不是要快 不是要更穩之類的 他就是要更好懂 更好實作這樣子 對 所以他在選擇上啊 他就選擇了 呃 跟paxos一樣 他就是一個leader 然後多個follow的格式 那 他是屬於共識型的 呃 他是屬於這個 你叫什麼 重數 重數型的演算法 就是說 你只要有一半以上的節點 都還活著 那你這整個服務 就可以繼續的 好好的運作下去這樣子 對 那整個過程中呢 如果你的 互動 溝通 訊息是會delay的 會lost的 甚至你有節點會不減 他都可以 好好的撐下去這樣子 對 大家特別提他不是那個 拜暫停的 可以容忍拜暫停錯誤的這個 演算法 就是你的 說的節點裡面 不能有人 說謊話 不能有人說謊話 一說謊話就會壞掉 對 這是不行的 好 那這是當初那個博士生 他的 這個 一個樣子 slide 他是說這個raft 的 命名方式是叫這樣 他是叫做 replicated and for-tolerant 這樣取名叫做raft 對 不過他真實的可能是說 因為當初Paxos的演算法 有說那個 Paxos就像一座島一樣 對 所以這個raft可能是要逃離 這座島的一個 的這個 對 這個 木法這樣 對 好 所以大家有兩種技法可以去記它 好 那 在後面的話 我們講一下就是 reft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reft 等一下會 給大家看一下它裡面的demo 不過 就是三件事 很簡單 那把它記起來就可以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要怎麼選出 那個 對的leader 我們要選出那個人 負責邪惡的人 那接下來是說 這個leader 要怎麼把它的所有的資料 正確沒有 正確無誤的 把它複製到所有的 follow的身上 對 那在最後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確保 這些log 都可以正確過去 而且當log如果真的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都變得一模一樣 然後 再來就是說 假設我這個log 已經正確的到follow的身上了 我要怎麼確保 機器怎麼死掉 那些log 不會掉就是不會掉 對我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下一些demo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看範例好了 好 那這是他們官網提供的一個範例啦 我們可以直接看一下它的效果 就是 我們搞不好看完這頁 大家就已經學會reft了 我們就快速過 好 那首先呢 這個是一個五個節點的這個reft的cluster 那 它一開始是這樣的 所有人 都是follow 所有人都是follow 然後接下來 他們就會有個counter開始倒數 開始倒數 例如像現在就是 我們開始讓它倒數 那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是找不到leader 沒有leader在 所以大家就一直倒數說 怎麼沒有人來 怎麼沒有人來 然後等到那個timer快要timeout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到快要timeout的 應該是這個s5吧 對 它一timeout就會開始說 欸 既然沒有 沒有leader了 那 我們 我想要變leader 每個timeout的人就說 我想要變leader 那就看誰先timeout 所以現在是s5先timeout 它就跟大家說 我想要變leader 請你投票給我 請你投票給我 欸 那收到的人就會 投票給他 對 那這時候如果獲得半數投票的那個人 他就會 超過半數 投票的那個人 他就會成功的變成leader 欸 他就變成leader 對 就是這個黑色圈圈就是leader 對 那他變成leader之後 他就會開始跟大家定期的廣播說 欸 我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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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會知道說 喔 我現在有個leader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先試一下讓這個 這個leader死掉好了 我們把它停掉 對 那接下來大家就是一樣的狀況 我都收不到我的leader的封包了 對 那接下來那個counter就會繼續倒數 接下來只會有 s1是不是 喔 那這時候可以看到一個很複雜的狀況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s1 s3跟s4 在差不多時間timeout了 對 但是第一個timeout的還是s1啦 所以 他就是還是 應該會成功的還是變成leader OK 這邊就有成功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可以demo一下 就是假設我這個leader送了一些request 你會看到他就把request 太複雜了再一次 好 他會先把request寫到自己身上 然後廣播給其他人 所以你會看到 s1等一下會先多一個 欸 那多了3 然後他通知其他人 其他人就 全部都把它寫進去 然後等到 等到大家都收到回他之後 你會看到 剛剛這個匡匡就變成死心的 代表說 這個東西我確定 已經有超過一半的人 都有了 這個訊息 就是可靠的 我們再照 好 先寫自己 然後我會再下一個封包送出去 然後大家都收到了 回來 我確定 他就是已經抗密了 接下來他會再送 第二次說 欸 請你們全部都抗密吧 所以大家就變成 抗密的狀態 好 那這個就是reft 大概的 大概的做法囉 這是什麼東西 回來回來回來 好了 我們要繼續狂奔了 這到底是什麼 好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 剛剛中間我們提到幾件事情 所以我們這邊就很快的帶過去 首先第一個是在reft的server 它就是三個狀態 一開始就是大家全部都是follower 直到貪要之後 會有人想要選舉 他會變candidate 對 那接下來就是他們會開始 做剛剛我說的 選舉的流程 那最後贏得超過半數的那個人 他就會變leader 那在整個過程中 如果我的candidate 我突然收到說 喔 雖然我還想要投票 但是有個人已經選出來了 有個更高的leader已經發瘋包過來 那我就相信你 我就變成你的follower 對 或者是leader 他突然又收到一個更高的人 跟 就是那個 就是任期更新的人跟他說 欸 現在我才是leader 那他也會從leader 變回follower這樣子 對 好 那他們怎麼區分 到底誰比較新呢 還是變成叫做 叫做一個turns 就是任期啊 對 就是一個全局會一直遞爭的一個 一個數字 對 所以在例如像 那直接看下面這個圖就好 我們可能會在任期一的時候 我們大家選舉選舉選舉 然後就選出一個新的leader 接下來我們就正常的操作 對 那商號不知道什麼原因 反正斷線了 我們可能又重新選舉 這時候就會從任期二 繼續選 繼續選 對 那我們就會正常的選出新的leader 然後就繼續操作 對那也有可能就是說 我們在選舉的過程中 大家投票的 剛好都要不到超過半數的票 對 例如我只剩下兩個 一個節點 我就要不到別人的票 我就沒辦法超過半數 這時候就會沒有新的leader 我們可能就會 再繼續下一次的選舉 這樣子 吼吼 嚇死我 好好好 好 那 那我們要怎麼確保說我們的這個leader 總是只能選出一個呢 選出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有說到 如果你要變成leader 你需要超過半數以上的server 你需要超過半數以上的server 投票給你 你才有辦法變成leader 所以超過半數這件事情 其實就確保說沒有 沒有另外一個人可以超過半數 對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吧 沒有另外一個人可以拿到超過半數的票 所以你選出來的leader一定只有一個 這樣子 對 那同時說 剛剛說投票可能投不出人嘛 就想說 欸那會不會永遠都投不出人啊 對 那這邊的解法其實還用的是這個 這個randomized timeout 就是當我需要投票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在設定了一個不同的 有點random的這個timeout的時間 對 所以你一定是有一個人 會比其他人走timeout 那那個人就會變成leader這樣子 對 好 那在ETCD裡面它的預設值 這個timeout是1000秒 不是1000秒 1000ms 然後它會再加一個 你的設定值的這個 0到你的設定值的一個random 所以就是大概在1000ms到2000ms中間這樣 好 那講完選舉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 怎麼複製 那這邊我用文字說明了 就一個一個說明 首先client client送行commend 給他的leader 你看沒問題 接下來 leader我們剛剛說 他會把他的log寫到他自己 他自己的那個store裡面去 接下來他會通知所有的follower 第三步他會通知所有的follower 請你都把他加進去吧 對 那等到超過半數的follower 跟他說 欸我都已經寫進去了 這時候這個訊息就變成commend 就代表說這個訊息已經 真的大家都有了 對 那我這時候就會把結果呢 就會還回去 給client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會再下一次再跟所有的follower說 你都幫我把這個訊息真的也抗密進去吧 好 大概就成 對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 這個很複雜的這個圖好了 首先呢 這個圖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上面的牌1到10是他的這個index 就是他的那一次的commend 那接下來裡面這個三個不同顏色是不同任期 不同任期 好那第一個是follower 第一個是leader 下面四個是follower 所以這是一個五個節點的這個reft的cluster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怎麼想像一下這個圖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我們找一下那個已經commend的訊息 那個操作在什麼位置 這是五個節點的嘛 所以我們需要超過半數 就是超過三個節點以上有這個值 所以呢 它是在8 8這邊 這個z等於1的這個操作已經有三個節點 都已經拿到這個值了 所以這個現在是最新的commend index 就在這個位置 那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其實就會 剛好同時imply前面應該會長一模一樣 這個三個人 大家前面全部都長一模一樣這樣子 對 然後你會看到一個很慢的follow 他還沒有追到最新的值這樣子 然後以及有兩個新的這個操作 寫入操作還沒有成功的replicate 到三個以上的節點 所以這兩個東西其實還沒有commend OK 這樣大家看這個log應該扭你喔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那log假設不一樣怎麼辦 例如像這個看起來更加複雜 這個log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看一下喔 首先是 是啥呢 好 首先 現在我們的leader是最上面那個 下面一樣是follow 所以這個是什麼狀況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咦 最下面這個2啊 他怎麼還後面多雷達的東西 這個人可能曾經是在 這個人在認齊2 可能曾經是個leader 但他somehow不知道為什麼跟其他人斷開了 但還繼續收request 所以就多了很多 呃呃呃呃呃 對 然後再來的話是 可以看到 咦 這個第三個人也曾經應該當過leader 因為他身上又多了一個更新的寫入 在這邊 對 那 但是現在我們 反正他們選舉完之後 他說leader就是 最上面這個人啦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把log 變得 一模一樣呢 怎麼變成一模一樣呢 好 那在Rift這邊有個很簡單的假設 他就跟你說 反正誰當leader 他的log一定就是對的 一定就是對的 所以他就是要想辦法把log 變得 把下面這些人的log 把它變得一模一樣 就這樣 非常簡單 好 那他要怎麼把它變一樣呢 他的做法是 當我要把一個log插到別人 插到follow那邊去的時候 我會帶著我的前一個log應該是多少的值 我會一起帶過去 所以像我們下面這個例子好了 我們下面已經 leader已經到index5了 他會把index4 那邊應該要的 這個turn 就是2 還有他的index4 他會一起帶給follow 所以follow這邊就看到說 我現在的確就是2啊 我可以把這個log apply上去 這沒有問題 對 我前面是2 我是3 我要把這個東西放到follow follow就會看到說 OKOK 我這邊是2 我是3 所以他就成功把它插進去了 好 那假設不一樣怎麼辦 假設不一樣的話 我們看到說 前面是2 我要插3 那這個follow說 我全部都是1啊 這樣看起來不太對勁 對 這時候follow就會拒絕他 那這時候 leader他就會說 那我再試一次吧 我就帶更多的log給你 我一定有辦法把你蓋成跟我一樣的 所以他就再多帶一個 欸 變成多帶1 然後這時候就會發現說 喔 對得起來了 index3 turn1 看起來是match的 所以他就會一口氣把leader 把follow了 直接就把它蓋掉 所以這樣log就會變得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好 好 剛好 差不多最後一頁 就是 大家聽到這邊應該有想說 欸 那 我已經知道怎麼選leader 我知道怎麼把漏盒蓋掉了 那我到底要 我資料到底不會掉 聽起來好像會掉 因為我相信新的leader 對 那他這邊盡量不掉資料的方法就是說 我在選leader的時候我加一個條件 只有我只投票 我在選leader的時候 我只投票給那個turn跟index 都比我 這個 比我什麼 比我新的人 等於我或比我新的人 對 就我自己資料太舊的話 欸 反正我就不會投票給比我舊的人 OK 所以看右邊這個圖的話 你會看到說 最下面這個人他的turn是2嘛 所以上面4個note 全部都不會投票給他 那就一定拿不到超過一半的值 他就出去了 對 那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的話就是這個第三個人 他不會投給其他幾個人 但是其他幾個人 基本上都可以互投 對 所以 接下來的話 你應該就是在 這1 1 2 1 3 4 這幾個人他們中間有機會會勝出 對 那為什麼1有機會勝出 是因為這個2 4跟5 有機會投給他 都可以投給他 所以他還是有可能贏 他有可能贏 所以這個 那大家就會說 那這個3的這個 最後這個1怎麼辦 掉了沒關係嗎 那答案是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 這個東西還沒有rept 給到所有人身上去 所以這個紙從來沒有跟client說 我成功過 對 所以那就沒關係 掉了就算了 所以rept是有機會掉一點點資料的 一點點 對 但他基本上你曾經 答應說他會對的 他就是會對 這個沒有問題 好 那 好啦 因為時間不太夠 最後就來到上面的部分 那 ATCD的話就跟大家說 他是一個強一致性的 然後他是 分散式的 他是可靠的 有HA功能的 這個key value store 對 那在架構上 他前面是用grpc 再接API 他後面存的 存檔案的時候 是用boltdb 那他有一些mvcc相關的功能 這個turn 大家回去可以再查一下 這樣子 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介紹rept的這個 演算法 希望大家有學會這樣子 對 那就是也鼓勵大家就是 欸 多訓練一些code 那 這邊gole and remotecode 主要是說 這個etcd是用golem寫的 所以大陸對 golem有興趣的 可以去再看看這樣子 好 那就最後啦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的呢 嗨 我想一下喔 嗯 嗯 嗯 這個的話 我覺得他這邊想要做一個是 先回答第一個 第一個他比較像是說 他 我覺得啦 他比較想要做一個 to face commit的動作 對 就是因為 當follow收到的話 他也只知道說 我收到了 他並不知道說 大家是不是收到了 所以他再加第二個步驟 然後 Leader會在第二次才跟他說 欸 這個東西我的確大家都收到了 他才會真的全部都 扛一進去這樣子 對 所以他才會分兩步驟這樣子 對 那 第二個人就是說 欸 假設真的就一部分人收到怎麼辦 對 那這時候 有幾個機制 第一個是 Leader他會 無限retry 對 因為他就說 我的follow就是收不下去嘛 所以他會無限retry 對 那另外一個機制 我覺得就不在reft裡面 他就是跟你說 reft他會要求 你的client的操作 應該要是這個叫 meet 對 你必須要可以重複的 所以他處理不了的事情 他就說你的client 應該要再 靠retry 再送過來一次 你會把最後紙寫進來 蛤 嗯 沒錯沒錯 但因為我們剛剛說 他有個線性獨功能嘛 就是可能如果去問follow follow他會去 他會跑去問leader說 我現在是不是最新的 對 對 沒關係啊 反正他有一半 對 對 那這個時候那剩下的四分 四分之一 client 對 那其他人就是會 如果他還連到leader 他就是會等嘛 還要等到leader跟他說client 你才讀得到這個訊息 對 那第二個是假設這個follow就是連不到leader了 網路斷掉了 網路斷掉了 他會繼續等 可能他會 leader會捋出來 到他成功為止 對 對 不會接受 你是說follow了嗎 會 會 會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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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可以繼續接警求 因為他可以繼續把更多的log送給follow 這個東西他可以一直送給follow 對 對 那賭的話就是靠前面剛剛說的這個 他會去問leader啦 到底我是不是最新的這件事情 全部都靠這件事情在做 好 感謝這位的提問 好那 欸 時間還夠嗎 沒有 不然一分鐘 請說 好 好 好 喔 喔 這個 這可能要回去看他的paper了 但 我覺得他 因為他的 邏輯 操作邏輯 他們教授就說 嗯 這個你想起來就是對的 應該就是對的 不是 這是他的 教授當中的說法 那第二個是他的操作方法 基本上跟那個puzzles是一樣的啦 只是puzzles是用數學證明的 那這邊是用一個比較實務上的這個 implement相關的寫法來寫 對 所以他們當初在做研究的時候 應該是有參考前人的 然後應該有一些論證這樣子 對對對 好 好 感謝這位的提問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感謝大家來聽這個議程 謝謝 好 那我們就再次謝謝我們的講者小潔